感觉好像心不在这里 对 好了 观众朋友们一起来看 这是中超联赛的第13轮A组的比赛 出发一开场呢 利用了一个开球战术 迅速的把整个阵型推到复利的半场 哦呦 身后 打进去了 李柱直进一下 身边小角度 门将脱手了 哎呦 李嘉琪作为一名年轻门将来说 门里的反应是不错的 但是有的时候呢 呃 可能比赛经验的一些不足 控制的不错 对 一直在进攻上属于压制的态度 头球的攻板 好像啊这个球 嗯 好像啊 罚得不错的 哎呦 谈地等于晃到了韩佳琪 随于用小角度转身的射门 又是一脚 优点之外呢 这场比赛其实真的要想一想 金公文怎么来怎么来打波 外围的一脚重炮 险些轰出一脚世界波 直接选择一下轰门 球比较有力量 但是高了一些 不算多的情况下 他表现还是不错 倒进去那一点 顶到了 但是力量不是特别大 怎么办 你看手一摊上 刚才这球 直接一大脚 轮圆了 踢了腿上 好的 看他 哎这球领进去了 领进去了 领进去了 领进了 哦 球 没有想到 这球真的没有想到 对 对 黄兄弟刚刚带着球 带的时候 其实跌跌撞撞的 脚下感觉要半算 好像要丢 但是一弹一撞 这个球进去了 其实第一下 给到他脚下以后呢 感觉第一步的停球 停得不好 有点大 哦 好球 给的不错 看怎么处理 呦 哇 这球真是 他把这球的一个射门啊 形成一个反弹之后 一个高抛 高弧度的落点 跟他在场上 那个情况啊 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白 呦 看看 进去了 打 有机会 球了 二比零 哦 这个球 怎么就这么简单呢 这个负力的防线 太糟糕了 就这球 其实毕竟要停着一下 已经用身体 扛开了防守队员 自己的进攻 和对球的控制 已经完全在脚下了 选择 最后也非常的冷静 一个冷静的角度推射 对 哦 这个球我们看 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长传 而且呢 在封线上的位置 能够务力相对稍微高一些 再来身后 机会 直接选择一脚射完 这脚球打偏了 你看 富丽呢 其实他的反击速度 应该还是上得去 怎么在这个比赛当中 把握住这些机会 这可能现在 富丽的球迷的看球 比较着急的 没点啊 你看 还有 机会 转身射满了 自己打呢 显得不是最合理 对吧 坐一脚呢 对 这球有硬去扯后点 哦 这种推移 其实 领进去了 还有劲 这下还真一个放场本球 解肥出去了 刚才吹响了前场比赛 结束的哨声 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 凭借彭心理和毕军号的 球杀